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點玩之眼 戰車式介紹上一次我們講過虎視的實用度 今天到留言區找素材為大家講述日本在二戰的坦克 真的是一個180度大轉變喔 上一次講德國幾乎是二戰最經典的虎視 現在要來講二戰現代化國家吊車尾的日本 大家想到二戰日本的戰鬥畫面基本上都是零式戰鬥機或步兵跟你拼到最後一口氣 坦克被遺忘的很徹底但也不是沒有原因 有關日本戰車的嚴禁史我們會分成兩集 今天來談日本坦克營的草創和心路歷程 下一集再來談在戰場的實用度 其實日本是世界第一個色情片 啊不看錯了抱歉 其實日本是第一個著手研究武裝載具在戰場應用的國家 而且比德國機械狂人還早將裝甲與步兵投入實戰 咦? 後世都對漢斯古德里安的閃機戰戰慾有加 他在1937年駐有駐翼戰車Arcton Panzer 對於一戰後機動化戰爭有自己的詮釋 其中一大部分的靈感有東進向日本考察 因為大家要知道的是德國在一戰對於坦克其實不是很重視的 德國唯有在1918年生產20輛武的武裝A7V坦克 遠在東方的日本雖然沒有直接參加歐戰 但當英國在1916年的索摩河戰役將Mark 1滾上戰場時 日本的觀察員就在場記錄並且馬上發電報回東京 1917年日本則開始研究這玩意兒在戰場的重要性 甚至向英國訂購了Mark 4母的機槍版本到橫濱港 之後還有6輛英國的中型Mark A Weepat坦克 和13輛法國的FT小鴨鴨陸續到港 不只是裝甲作戰的技術層面 1919年日本軍隊科技部門也提出機械化取代人力、受力來運輸或操作武器的方針 到了1921年裝甲作戰納入軍隊學校課程 Sensha 日文的坦克一詞誕生 直譯也就是戰鬥車的意思 1925年陸軍大臣羽原一成發起了著名的裁軍計劃 為了滿足上述的機械化 所以將陸軍減少了四個步兵師團 其中也包括五所陸軍醫院和學校 將其資源移到空軍、防空還有研發坦克的部門上 日本第一個坦克營很快的在同一年5月1號誕生 但其中編制都是上述西方在一戰用過的坦克 過於老舊不說 坦克的實戰能力更是備受日本軍方傳統派之一 但這段現代化軍隊的改革路還好有一批年輕的坦克車長和技師挺著 他們願意從頭打造 從零開始 知道在不久的將來要和中國甚至蘇聯吵架 日本過度依賴進口資源是最大的問題 國內自行生產坦克的計劃開始搬上檯面 1925年這份重責大任調到了當時年僅30歲的原以衛生上位手上 實驗型1號後來被命名為 Type 87-71中型戰車 20噸重 而且火力不足 這輛實驗型載具有很多缺失 但是他通過了田野駕駛考察 所以官方就給過了 研發團隊趕緊再做修正 並且想辦法符合量產的模組 到了1929年Type 89一夠 中型坦克的原型出爐 這是日本獨特的戰車編號方式 Type多少多少是的意思 就是幾年被開發完或幾年加入軍隊 而且是依照日本國力的算法 日本是公元前660年建國 Type 89是在1929年開發 雖簡單的數學 660加1929等於2589 取最後兩個數字就是八九式戰車的名稱由來 日本官方在1937年之前不會用盾位來命名 所以一夠的意思就是第一代國內生產戰車 Rodgo 和Hako 分別代表第二、第三代 像一樣都是Type 95 第二代是重戰車 1936年開始量產的Type 95 第三代則是輕型坦克 沒有依照盾位去分真的很困擾人 到了1937年之後日本就比較正常了 開始依頓位後面銜接第幾代來命名 像Type 97 Cheat Hot戰車呢 就是在1937年開發成功 Cheat是中型戰車 Hot則是第三的意思 重戰車則是用Jew 而超重戰車則是用O來編號 焦點回到Type 89 它也是世界第一輛能量產的柴油引擎坦克 從外觀設計上可以察覺到像法國的雷諾坦克接近很多 因為這一年剛好也是日本停止向西方下坦克訂單的轉列點 重新而後陸上戰艦都是自家生產的 這張圖片可以看到雷諾的NC27S 在九流米進行操演 日本將自家的三菱引擎給換了上去 所以這法國貨備重新命名為Otsukata Sencha 這混血兒和法國老舊的FT-17 在1931年入侵東北和隔一年的哈爾濱戰役都有服役 他們的第一次亮相 中國方面就沒有給太大的壓力了 只有少數的步兵反擊 但基本上都是輕鬆打 哈爾濱戰役持續了17個小時 但還是被氣勢和訓練都不足的中國士兵棄手了 不到一個月後第一次上海戰爭爆發 日本派出了第二隻坦克連 現在就是剛介紹的Type-89 護著小鴨鴨進程 前方短管的57毫米主炮 可以摧毀機槍塔等防禦設施 裝甲厚度大約是15毫米 對付步兵武器還算OK 平均速度就只有25公里 這方面就比較遜色 所以中國軍隊可以躲在小巷子內觀察車隊一舉一動 整體坦克表現日軍給自己差強人意的分數 不太是因為技術問題而是在戰術理論方面 因為當時裝甲載具的角色定位還在萌芽階段 大家在戰監期也沒有機會去實力演練 1930年代初期日本受英國和法國兩派理論影響最大 英方認為坦克的角色需要是獨立運作的個體 旁邊頂多在有其他較小的載具掩護 但是法國方面也就是日本最後比較傾向的理論 他們比較支持一戰坦克是拿來支援步兵的作法 然後到了1940年全世界大概就知道哪一個方法比較有效了 所以如果西方世界能提早看看日本的作法 或許就會少吃一點虧 這邊要說的是1933年的熱核戰役 拿下東北後再來就是靠近北京的內蒙古省 日本陸軍第八師的指揮官發現 傳統步兵矯程沒辦法追上撤退的中國軍隊 他們永遠比較快 每到一處就已經架好新防線等日軍了 指揮官手下有11輛Type-89中型戰車 和兩輛Type-92裝甲車 還有數百輛軍卡來自陸軍機動團 於是他組織一支由坦克、步兵、後方火炮、工兵和通訊的隊伍 先操前主要軍團的步城 直接朝陳德勢邁進以擾亂中國軍隊防線 這支禁旅就順利攔截到了正在撤退的守軍 也很快的在3月就拿下了一樣被棄手的陳德勢 日軍在4天內大概前進了從比利時到巴黎的距離 這也是第一次應用坦克為中心對上傳統步兵的機動化作戰 早在德國閃擊戰之前日本就已經先實驗過了 這項戰術的成功也讓官方更加篤定裝甲協同作戰的必要性 到了1934年日本成立了第一個獨立混沉旅團 其中包含兩個坦克營 一個步兵團以及一個火炮營 這類編織到了二戰結束 日本總共成立了136個獨立混沉團 到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 日本關東軍下令成立的查哈爾派遣兵團 雖然有融入這批淨旅 只是東條英姬也就是之後日本的內閣總理大臣 他本人不太相信坦克裝甲在戰場的重要性 拔掉多個坦克營換成步兵團來集中火力 讓底下指揮官覺得不斷被整 甚至對大前輩口出惡言 這也是日式閃擊戰逐漸走下坡的轉捩點 好的 今天第一集有關日本戰車的介紹就大概先到這邊 希望我日文的理解或發音沒有讓大家想退訂閱 想知道更多有關歷史和電玩的結合資訊 都可以訂閱電玩之夜 如果想贊助本頻道的話 等一下也會有連結跳出來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這是什麼意思啊 有人懂日文 請...